继续带您看到的是 这个头痛欲裂 竟然会想要抱瓦斯筒来自杀 新美市有土城有一名黄姓男子 把20公斤的瓦斯钢瓶 拖进了房间里面 直接打开来 索性女友发现了早及时报警 而有三名英勇的警察 不顾瓦斯还在外泄 恐怕会有气爆的可能 直接的破门 憋气入内救人 化解危机 原警直接破门 小心翼翼观察房间里头的状况 因为一名黄姓男子 竟然把重打20公斤的瓦斯筒 抱进房间里头 丧锁后开瓦斯 意图轻声 一旁的耐心女友 嚼急如焚 因为男友早就不是第一次寻短 抢救过程 惊险万分 还一度听到瓦斯漏气的声音 味道很浓 自己的手脚已经软了 可是想到说 这是一个救世公寓 然后可能还有其他的住户 就没有想那么多 就进去把人 先把人救出来再说 所幸大厦远警相当激紧 就担心发生气爆 勇闯现场 才将昏迷的黄姓男子 拖出客厅 将他送一脊奏 最后也捡回一条命 但回想当时的情形 远警们个个都排斥 淡赞心惊 借周天杰马玉闻 新北厂